在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間, 奧比斯設立了不同特定網上虛擬培訓, 令我們能繼續培訓眼科醫療保健團隊, 對抗可治療蠻疾。 而疫情過後, 這一系列虛擬培訓計劃, 將成為培育醫療團隊在長遠救蠻、 防蠻中重要的一環。 全球有七分之一的蠻疾個案可預防。 多年來,專家一直警告, 到2050年, 全球生命人數將增加兩倍, 增長數量超過專業眼科醫生可應付的人數, 而疫情令到救蠻任務更艱鉅、更緊缺。 奧比斯網上虛擬培訓, 確保即使在抗疫期間, 能安全地繼續培訓全球眼科醫療和護理團隊, 從而令患者能得到所需的護理和治療。 團隊成員一般通過實習來磨練技能, 而這些機會會隨著配合衛生防疫指引而大大減少。 疫情下的新一代眼科保健人員恐怕未能裝備好自己, 應付工作帶來的挑戰。 透過網上虛擬培訓, 奧比斯為來自九個國家、地區的眼科保健人員提供了度身訂造的課程, 幫助解決他們國內一些最迫切的眼科保健問題。 通過討論會,網上學習課程和講座, 協助他們個人技能發展, 處理如青光眼、糖尿病相關眼疾和白內障等致蠻疾病。 我們為參加者提供了無異人造眼睛, 以便他們可以在遙距學習指導下進行線上實習培訓和學習。 參加者可視像記錄練習過程和導師分享, 尋求評估和意見, 進一步改善手術的操作技巧。 網上虛擬培訓的導師中, 有47名是來自奧比斯義母醫療團隊, 與參加者分享經驗和專業知識。 在疫情的影響下,即使眼科飛機醫院停飛, 但並沒有阻止我們團隊成員的夠慢步伐。 奧比斯眼科飛機醫院穿梭世界近40年, 到最迫切的地區分享醫學知識和發展當地眼科護理及醫療技術, 提高他們可持續防止慢疾的能力。 縱視眼科飛機醫院因疫情暫時停飛, 但我們的救慢任務並沒有因此停步。 對很多人來說, 他們看得見的機會仍取決在出身的地方。 他們或是因為這樣未能接受教育, 從事一般工作以至見到至親。 而透過這些虛擬培訓計劃, 令更多的眼科醫療團隊能獲得培訓, 令我們能進一步邁向掃除全球可預防慢性的目標。 博士大三天 正在訪撃過下你的移動病院。 提交嘗試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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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